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些一部比一部让人期待的电视剧中 王一博的新剧《冰与火》的呼声还是非常高的 王一博与陈晓 王静松等主演的现代禁毒剧《冰与火》 自从播出的时候就一直被大家关注着 在拍戏期间一些网友的各种路透图也流出来 所以让大家对于角色里面的王一博 以及陈晓两个兄弟之间的合作更加的期待了 毕竟在国内类似这种题材的电视剧还是挺少的 而《冰与火》预告一出之后 大家的期待值瞬间就再次升高 那种激动和期待的心一般人还真的不能理解 然而今年2020年播出的希望却不是很大 虽然只是公布了招商信息和已经确定会定档 但是新剧的定档时间很大可能程度上面 可能应该会定在2021年 毕竟现在在湖南卫视芒果TV频道热播的几部剧 也都是刚开始并没有要完结的 今年也没剩几个月了 所以跟着接档的可能性就变小了很多 但是也不排除空降的惊喜 万一某一天大家打开手机的时候看到冰与火定档了 看到王一博的身影了呢 这次我们在短短的几分钟的预告片当中看到了很多人期待的画面 特别是王一博在剧里面的造型真的是硬汉形象十足啊 而且一博本身扮演的就是一个非常正义的形象 自身的五官也非常的硬朗 再搭配一身警服坚毅的眼神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另一面的王一博 王一博虽然是男团爱豆出身 但是他却已经出道多年 而且关于他的演技也真的是可圈可点 虽然年龄很小 但是却已经算是娱乐圈的老人 作品里已经有很多部了 比如说大火出圈的陈情令 网剧陪你到世界之巅 我的奇怪朋友等等 还有和赵丽颖拍摄的微波的古装剧油斐 虽然每一个形象差别都是蛮大的 但是他却能够给大家展现出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像蓝王鸡这样一个经典生人心的角色 让他成功收获无数粉丝的一个角色 但是当他再接下一部性格迥异的角色的时候 他也能够完全跳出自己的状态 王一博并没有固定在某一个角色当中被圈住 反而这样不同角色的塑造更加的锻炼了他的演技 而这一次冰与火里面的一个全新的造型 可以说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锻炼 同样也是一个短型了 就在大家沉浸在冰与火的预告 期待他的定档的时候 王一博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那就是王一博要有新的综艺官宣 隐秘的宝藏最近被炒得很火 网上的宣传也很多 而确定的嘉宾中就有王一博 这道湖南卫视的综艺除了邀请王一博之外 还有我们熟悉的大张伟 黄子涛 孙洪磊 于书欣等等的人 看到节目邀请的嘉宾就能够感觉到 阵容到底有多强大了 而且每个明星差不多都有自己固定的 很大的专属粉丝群和流量全体 大张伟老师和王一博本身就是天象上的主持人 于书欣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位流量偶像 喜欢他的人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孙洪磊也受邀参与了节目 他和王一博两个人还有着一点渊源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直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发文 配图用的就是王一博上过热搜的养疯人的造型 非常嘻哈风格 潮流时尚 同时也很吸睛 而且王一博的评论也非常可爱 被孙洪磊老师翻牌很开心 看得出来一博也一直都是喜欢孙洪磊老师的 只不过是两个人一直都没有机会同台合作 对于两个人这次合作蛮期待的 到时候又会怎样的互动呢 众所周知 王一博最近的热度很高 作为娱乐圈现如今的顶级流量之一 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宝贵的 同时也是非常忙的 每天他的行程基本上都是全国各地飞来飞去 不是去拍戏 就是录制综艺 要不就是广告代言 或者是发布会 总之一博真的是忙得团团转 甚至还要去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 在主业之余还要去参加摩托车比赛 而他的资源更是源源不断 特别是综艺啊 一直几乎都没有断过 除了长处天天向上之外呢 近期的街舞三也是备受大家瞩目 而如今再次接到一个新的综艺 真的是既意料之中又惊喜之外 王一博看来不仅是2020年上半年忙的团团转 接下来到年末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休息时间了 虽然粉丝很开心 能够在银屏上面经常看到他的身影 但是呢同时也非常心疼他的身体 怕他吃不消 作为魔头姐姐的我们呢 真的是既担心又期待 这种矛盾又纠结的心恐 怕就只有那些真爱粉才能够懂得吧 不管怎么说一博能够有这么好的资源 我们还是打心底里边为他感到高兴的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冰与火 期待有匪期待他的新综艺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冰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啊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